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献上诵念圣母经 为教宗就任十周年祈祷 教宗公开接见 传授福音宣讲三部曲 各界追悼 佛光山星云大师缘起 全台天主教同军大会圆满闭幕 玛丽诺会亚洲青年会在台中举行 遭纳粹迫害的乌尔玛家族将宣征服 2023病患之友会 祈福感恩 2021年到2024年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进入了大洲会议的阶段 全球七大洲陆续展开大洲会议 在中东地区及欧洲日前已经完成了会议 北美洲正在撰写回应文件 而亚洲的大洲会议2月24号到26号将在泰国曼谷举行 众所周知 世界主教代表会议是倾听 对话和分辨的过程 从各堂区开始到各个主教团而进入大洲会议阶段 在这阶段 普世教会将分成七大洲 进行大洲会议的讨论工作 其中 非洲将在3月2号到5号举行 中南美洲2月13号到3月10号分多点进行 欧洲已经完成大洲阶段会议 欧洲的会议分成两个阶段 2月5号到9号 包括65位女性和46位主教在内的200名欧洲代表 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进行倾听与对话的大洲会议 2月10号到12号 则由各个主教团主席 进行对话与分辨过程的闭门会议 展现出教会的共义精神 照料海洋 通道协行及培育工作 以这三项为讨论主题的大洋洲 2月5号到9号 在斐济首都苏瓦完成了大洲会议 在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大洋洲大会上 除了来自各国家地区的主教团代表外 也有东方里天主教不同教会的代表 看见跨宗教间 齐心为普世教会做努力 来自圣地耶路撒冷 约旦 黎巴嫩 叙利亚 埃及 伊拉克和亚美尼亚的 七个天主教会的代表 2月13号到今天17号 齐聚在黎巴嫩首都贝鲁克 完成了中东地区的大洲会议 中东地区大洲会议 它是建立在与其他基督教会团体 穆斯林 犹太人和所有善心人士 进行大公及宗教对话与合作的基础之上 就是普世教会所要学习同道邪行的路线图 来自美国天主教主教团的十名代表 和加拿大主教团的七名代表 2月13号到17号 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市 负责起草北美天主子民 对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大洲阶段工作文件的回应 12月14号到1月25号的北美大洲会议期间 以法语 西班牙语和英语进行共十场的线上会议 而文件将整理作会总报告 在3月31之前提交给教会会议秘书处 2月24号到26号 在泰国曼谷举行亚洲地区的大洲会议 台湾地区主教团将由主教团主席 李克勉主教 米波多神父和平信图代表 吴家洛姐妹出席 届时 真理电台会做系列追踪报道 欢迎您跟着我们步上同道邪行的道路 教宗方济各今天发布2023年四旬期文告 文告的主题是四旬期的刻苦同道邪行的历程 和往年不同的是 这篇文告是经由全人发展服务部对外发布的 教宗方济各2023年四旬期文告 今天在梵蒂冈时间11点30分 台北时间18点30分发布 盛作全人发展服务部并举行记者会 对教宗以四旬期的刻苦同道邪行的历程 为主题的文告加以说明 教宗在文告中强调 四旬期的刻苦是一种承诺 我们必须让自己被天父所带领 必须启程 踏上登山的路途 这需要努力 牺牲和专注 在同道邪行的历程上 这些要件也很重要 它们都根植于传统 并向新事物开放 教宗以每年四旬期第二主日 耶稣显圣荣为思维的主轴 教宗指出 四旬期之旅 也是一趟同道邪行 因为我们在同一道路上 一同前行 既然我们知道 耶稣本身就是道路 因此教会要更深入 更完全地进入救主耶稣的奥秘 就像门徒登上大博尔山的旅程一样 教宗承认 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过程 看来是非常艰巨 然而最终等待我们的 无疑是奇妙而令人惊奇的事情 这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天父的旨意 和我们在世上的使命 为了走向同道邪行的目标 教宗提出了两条道路 首先是必须听从耶稣 四旬期是一段恩宠的时期 使我们能听耶稣对我们说话 我们可以透过教会礼仪 让天主圣言对我们说话 如果我们无法常常参与弥撒 就要每天诵读当天的读经 此外天主也透过我们的弟兄姐妹 对我们说话 尤其是透过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对我们说话 聆听基督 往往是借着聆听教会内弟兄姐妹时发声的 无论如何 这是一个供应性教会 永远不可或缺的方法和风格 第二条道路 是不要因为害怕面对现实 及每天的辛苦、艰难和冲突 而利用特殊事件 及赋予感性的宗教经验 作为避难所 教宗特别提醒我们 四旬期指向复活节 耶稣的在大伯尔山毕竟本身不是目的 而是要为预备我们 在信放爱中 体验他的苦难与实价 最后要抵达复活 教宗最后说 起来 不要害怕 让我们从大伯尔山下到平地 愿我们体验到的恩宠支持我们 好能在团体的日常生活中 成为共义精神的工匠 3月13号将庆祝教宗方基各当选10周年 天主教网上传教网络组织 日前发起了一项 线上诵念圣母经的活动 表达信友对教宗的支持 3月13号是教宗方基各当选 伯多禄继承人10周年的日子 为了庆祝这周年纪念 一个名为教会倾听的 天主教线上传教网络的组织 2月13号发起了一项 在线上诵念圣母经的活动 其中包括虚拟点燃蜡烛 主要是邀请全世界的信徒 通过祈祷支持教宗 祈祷是最好的礼物 祈求天主为这被拣选的宗徒 在时间和历史中建设基督的教会 愿意参加为教宗诵念圣母经活动的人 可以在www.dechimusanus.org的网页上 填写送念一遍或多遍的圣母经 最后我们将在地图里 看到自己身处的国家上 有一根被点燃的蜡烛 这些蜡烛代表了为教宗送灭的圣母经 同时感谢天主的慈悲 这项在线祈祷活动将于3月13号 教宗方极客当选日结束 教宗方极客2月15号在保禄六市大厅 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 在以福传的热情为题的 要理讲述中指出 福音宣讲的要诀 在于像羔羊那样温顺及良善地一起前行 因为成为天主子女的喜乐 应该和还不认识他的弟兄姐妹们分享 教宗还传授了福音宣讲三部曲 教宗方极客依照马豆福音的技术 耶稣叫来门徒 让他们与他在一起 以便去宣讲 教宗解释 在福音中 耶稣还没有等到门徒们准备完毕 就派遣了他们 在招教了他们不久之后 就马上派遣他们 可见传教经验是培育的一部分 在耶稣派遣传教的训会中 教宗提取了三个方面 为何宣讲 宣讲什么 以及如何宣讲 为何宣讲在于耶稣的这句话 你们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分食 遇到耶稣 认识他 发现被爱 并且得救 这白白领受的恩典 不可以自己独享 而是需要将之传出去 接着是宣讲什么 耶稣吩咐门徒们 你们在路上应该宣讲说 天国临近了 教宗指出 这就是首先和全部宣讲的内容 天主临近了 天主是清静 温柔和慈悲的主 教宗提醒 若将我们的所作所行 放在首位 主角仍然是我们自己 相反的 宣讲必须把天主放在首位 把让其他人有机会接受他 发现他的临近 放在优先的位置 第三个是如何宣讲 耶稣对门徒们说 我派遣你们 好像羊进入狼群中 耶稣要求我们温顺 纯洁肯奉献 耶稣善母将能认出他的羔羊 并保护他们免受狼群的侵害 如果我们成为狼 我们就会被击败 因为我们将失去牧人的帮助 耶稣不牧养狼 而是牧养羔羊 此外耶稣也吩咐门徒们 去传教的时候 不要依靠物质上的保障 走在世界上 却不依恋世俗 应该抱持简朴的风格 教宗强调 事实上 对教会而言 堕入世俗是件最糟糕的事 因此像羔羊那样 温顺及良善的一起前行 不依靠世俗 这就是宣讲的关键所在 谢谢 感谢 与天主教会交往甚深的佛光山开山宗长 新云大师原籍赞颂典礼 2月13日上午9点 在高雄佛光山云居楼举行 教廷驻华大使馆代办马德范蒙席 高雄教区刘振忠总主教 荣修刘丹桂主教等神长和修女 共17人 以及各宗教代表和各界人士都出席追悼 与天主教会交往甚深的佛光山开山宗长 新云大师原籍赞颂典礼 2月13日上午9点 在高雄佛光山云居楼举行 总统蔡英文 行政院长陈建仁和郑耀 以及各宗教代表和各界人士都出席制意 教廷驻华大使馆代办 马德范蒙席 高雄教区刘振忠总主教 荣修刘丹桂主教 杜勇雄神父 林义珍神父 中华道明会李汉明神父 和修女等17人前来参礼追悼 我信任啊 这一个小星星 一片夫人 应该就是我的人生 虽然我们不能常相聚 至少我们是徒行相信 星云大师2月5号 在佛光山传灯楼开山寮远吉 相亲寿97岁 消息一出 天主教会台湾地区主教团主席 李克勉主教 与台北总教区中安柱总主教 特别致调宴函 高雄教区刘振忠总主教 2月8号带领李汉明神父等 14人前往调宴 有种主教在致辞时表示 星云大师与善国喜书姬 有数十年的交情 记得在善书姬出兵那天 星云大师向善书姬临前致意说 你来生继续当个好主教 我下一辈子一样当个好和尚 我们两个还要当好朋友 天主教会与佛光山 有着深厚的情谊 双方多次举办宗教交谈会议 论坛和活动 圆集赞颂后 星云大师真身座刊 随即巡行佛光山 看见众弟子跪拜两旁 宋别最后一层的画面 十分庄严肃目 2023年台湾天主教同军大露营 2月10号到12号 在南投县国姓乡泰雅度假村举行 由于不分年龄 所以400多人 几乎是从智灵的同军 到各级同军 没有一个人缺席 透过同军露营 学习同军基本技能 并在彼此的交流中 互助合作 通道协行 2023年台湾天主教同军大露营 自2月10号到2月12号 于南投泰雅度假村欢乐展开 与世界天主教同军亚太委员会会员 来自全省各天主教学校 及堂区同军团 服务人员近400人 彼此交流联谊 一同体验在大自然里拥抱世界 丰富又有趣的同军大会师 台中教区大家长苏耀文主教 受邀主礼2月12号的闭幕感恩弥撒 我们这个同军的精神 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精神 我们的刚刚所说的 不管是我们的诺言 我们说对天主 惊天乐群 事实上就是对天主负责 那我们实时辅助他人 帮助他人服务社会 就是对别人负责 那再来就是我们力求自己在自私 平德体格的健全方面 那我们努力的去对自己负责 弥撒后 各支团代表自苏主教手中 领取了参加证书及锦旗 所有学员也以最热烈掌声 谢谢大会的服务人员 经过三天两夜的同军多元活动洗礼 大家合力拔营灭机 欢喜复归 玛丽诺会四年一次的亚洲区年会 2023年2月13号到20号 在台中玛丽诺会馆举行 七十多年来 玛丽诺会一百都位神父修士 陆续来台湾 在南投山上 在西部海岸线 在都会区 建立起一间间的圣堂 传递着天主爱的福音 2月15号下午4点 玛丽诺会总会长 法德雷诺尼诺 M.M. Superior General 即在亚洲各国服务的神父们 在目前服务于 坦子新住民中心的 亚洲区会长 陈志仁神父陪同下 参访主教公署 苏耀文主教 教区董事们 参议们 及公署同仁们 热切欢迎他们的到来 彼此热情寒暄 互相认识 喜悦万分 在公署一楼大厅展出的 一系列玛丽诺神父们 来台浮船足迹 吸引了神父们的目光 也播放历年访谈 神父们的精华版影片 并由秘书长及若望神父 介绍台中教区组织 所属堂区 体制机构 修会 及各善会团体 分享各项爱德服务工作 苏主教以一尊中华圣母太像 致赠于玛丽诺会总会长 感谢修会71年来 对台湾教会的服务奉献 我们的总会长说 这是他第二次来到台湾 那这次来也很高兴 能够更认识我们台中教区 他们也感谢 他们很客气 很谦虚地讲 他们过去的神父们 在这边的服务 也受到我们很好的接待 他也代表感谢 那未来 他们也会继续派遣年轻的会试 来台湾做这个学习 做这个服务 那也不只为台中教区 也希望为我们台湾做更好的服务 在主教和神掌们陪同下 马力诺会神父们一行人 也走访位于公属旁的 户外物资银行 上至文教基金会 力达岂能训练中心 分享彼此经验 扶船道路上同道协行 波兰普日梅斯卡总教区 2月14号宣布 在二战期间 拯救犹太人 于纳粹手中的整个乌尔玛家族 包含一名未出生的孩子 将于9月10号被宣征服 一队有七个孩子的已婚夫妇 他们因为在家中 藏匿了一个犹太家庭 而被纳粹杀害 被世界大屠杀纪念中心 授予国际艺人的称号 教宗方济各 在12月17号 签署了有关这对夫妇 约瑟夫乌尔玛和 维托利亚乌尔玛家庭的 殉道法令 并宣布 9月10号 由盛座丰盛部部长 塞梅拉罗舒基 在这对夫妇的家乡 波兰东南部的马尔科瓦 为一家酒口 主持册封征服大典 约瑟夫乌尔玛和维克托利亚乌尔玛夫妇 是生活在二战时期 波兰东南部的马尔科瓦地区的 天主教家庭 1944年3月24号的清晨 一支纳粹巡逻队 划破了这个家庭的宁禁 军队包围了约瑟夫和维克托利亚 位于马尔科瓦村郊外的家 因为纳粹发现了八名在乌尔玛家的农场中 躲藏的犹太人并将他们处决 随后纳粹还杀死了维克托利亚乌尔玛和丈夫约瑟夫乌尔玛 他们的孩子也难逃死结 分别是八岁的斯坦尼斯瓦瓦 七岁的巴巴拉 六岁的瓦迪斯瓦夫 四岁的弗朗西泽克 三岁的安东尼和两岁的玛利亚 以及在母亲体内七个月大的胎儿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纳粹将乌尔玛一家杀害 但临近的村民却没有停止善心的行动 反而不断地藏匿逃亡的犹太人 直到二战结束时 至少有21名犹太人 在马尔科瓦地区幸存下来 维托尔德·布尔达神父说 在马尔科瓦地区的乌尔玛家中 发现了一本圣经 并在好心撒玛利亚人的预言 有着红笔的表示 许多父亲的村民都补充说 约瑟夫和维克托利亚在村庄中 经常以愿意提供帮助给任何上门求助的人而闻名 他们将家庭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 忠于教会两条基本的诫命 上爱天主 下爱众人 2月11号教会纪念世界病人日 教宗文告指出 人生必然会经历疾病 但病患若是遭人遗弃 身心的痛苦必定会难以忍受 这时候更要借着病弱的经验 在同道邪行的历程上 与病患一起同行 教宗以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嘱咐众人 请小心看护病患 2月11号天主教病患之友会 以往年的惯例 也举行了感恩祈福弥撒 以及医学讲座 2月11号路德圣母显现纪念日 中华民国天主教病患之友会 与北投圣高龙邦堂 举行2023年第31届世界病患日祈福活动 即召开第12届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 当天活动一开始 病患之友会的理事长 黄珍玛姐妹 为大家介绍来自全国各分会的代表 以及医院祈祷师的成员 欢聚此处共荣 一同其声感恩赞美天主 在一番介绍之后 紧接着病患之友会的荣誉医学顾问 蓝公瑶医师为大家安排医学专题讲座 如何让大家活得更健康 蓝医师在开场白时表示 要活得健康 就要出来多参加教会的活动 心灵有平安 也能从服务他人获得快乐 蓝医师在演讲中 也借由影像医学的专长 教导教友如何预防及发现在身体上的病造 随后举行感恩祈福弥撒 由病患之友会总指导神师 普贵与神父主理 普贵与神父在讲道中 以教宗方几个今年的世界病患日文告的主题 小心看护他指出 病患之友会中 也有许多身为病患的教友 他不仅自己很困难 甚至在之前疫情很严峻的时候 都甘心乐意地去看护 关怀医院的病友 同时也感动了病友及家属 做了扶船的好见证 自己也在爱中成长 令人非常敬佩 普神父鼓励更多人 加入病患之友会 所以今天来的人 你们是真正的 想到我们自己已经不太健康 还有想到病人 所以你们是真正的有爱心的人 特别我们的病患之友会 我们虽然蛮辛苦了 可是借着这个 我们成长一点 学习一点 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自爱的心 为他祈祷的 一定有我们的爱心的这样的成长 所以很有夫妻的人 你们加入病患之友会 所以尽量多多加入 人生难免经历生老病死 谁能保证自己安然度过 看见明日的太阳呢 领完圣体 普魏与神父 为现场自认身心罹患疾病 渴求被医治的弟兄姐妹 行父有礼 并复首祈祷 目前全国的病患之友分会 唯独绿岛还没有设立 他邀请大家努力地祈祷 让我们把福物 也带到绿岛的病患 把治愈的福音带到绿岛 2023年世界公岛日 今年的主题国是台湾 全球跨宗派的基督徒信友 都将同心为台湾祈祷 今年的主题是 我听见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德 3月3号下午2点 在台北市杭州南路 信义会救恩堂展开 这节新闻的最后 我们将透过影片为台湾祈福 真理新闻我们下周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